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小,言贵之状 我这次又是开一个摄像师的视频 这个人是谁送的,不重要 但是,对啊,他原来送我两只蜈蚣 但是都死了,对,先切一下六个面 对吧 然后这因为这个洞是为了透气的孔 所以说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活的 六个面 看一下单号 对吧,然后开箱板 因为那把刀又找不到了 所以说只能每次都换一把新刀 开歪了,不过无所谓了 假如确实它是活的 就可以终于给山家发开箱是整的 对不对 窝槽 是活的 是小伙食链 没看过他咬人的样子 哎呀,我的天呐 哦,看到没有 我的天,还不小 然后他要退皮了 我的天,我还没给他准备盒子 对不对 这期视频我感觉也就这样吧 你看这条伙食链还行 颜色不能看 但有个圈就是这条皮 你看到这个干枯,应该是缺水 还咬我是吧 他刚想咬我,没咬到我 他真的想咬我 真讨厌 先给你放着放着吧 给他泡一下水 这条干真的居然想咬我 还要他没咬到我 妈的,就这样你敢咬我 咬人的穷里整个乌乖好不好 先来泡一会儿水 然后我就拿个盒子 这盒子真的看着好脏啊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擦一下比较 我也闻到这个难闻的气 现在因为我没有盒子啊 所以说我只拿这个样子 好吧 好吧 放这吧 哎,我贴没用进去 然后把它这个先放盒子里 一会儿我回去给他们换个饲养盒吧 只可惜我现在没有饲养盒怎么办 真的是很能跑啊 只要我这边真的会咬人 他咬了我三次没咬到我 你能不能别乱跑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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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可能一部分时间都是在你们看我在挑逗他 真的 真的是他在挑逗我 真的是他在挑逗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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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